大家好,我就是今天话题上的养猪女孩 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在养猪场 我们是一个月休息四天 我的工资的话大概是 大家好,我就是今天话题上 24岁女孩,大学毕业养猪的养猪女孩 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在养猪场 我的工资的话大概是十万左右 我们是一个月休息四天 刚开始来的时候,看到那么大的猪我都有点 后面习惯了就好了 六点多钟起来给多喂料就行了 吃完了料然后就喂水 然后再观察一下猪群就是有没有不吃料 或者是疾病的那种现象 然后再去诊断一下 然后我家人也觉得这个职业挺好的 刚下飞机就快点警察 他哭啥把门打开了,不用白队 我直接签字五分钟就办法了 铁人们 泰国在黎大虎了 铁人们 太吓人了 我们刚下飞机 就看见警察 但就是说 本来以为的警察叔叔 就是带我们走下机场 结果办资料的时候 他哭撒把门打开了 不用排队 我只得签字五分钟就办法 这个是我们的车 这个是警车 这个是警摩托 铁人们 他说我可以坐警车 铁人们 我这辈子 第一次坐警车 这也就是一天 不得不住 好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